欢迎收看5月27号的采季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李宁 首先来关注股汇行情 马股今天盘中一度跌落至1597.25点 吸引投资者趁低吸纳股票 带动马股收高 马股在三连跌之后 今天升3.03点 收市挂1001.35点 另外受美中贸易战影响 投资者担忧转向购买新奇货币 马股对美元今日继续走强回升 收报4.1850令吉 接下来总结上个星期的交投数据 股市低迷 外资连续第九州竞卖 撤离了3亿8262万令吉 本地机构继续扶盘 全州竞卖了3亿2970万令吉 散户交投性质不高 只是竞卖了5292万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Black & White的单元 巫统早前卖出的马来前风暴 截至3月的首季亏损恶化 前风暴营业额大跌52%至2675万令吉 造成亏损从585万令吉恶化至805万令吉 主要是因为印刷分析及广告收入减少的原因 而员工福利开销成本也减少了1592万令吉 董事部认为 虽然营运环境依然挑战重重 但在获得广告代理 政府相关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该公司有信心进行重组 未来将以提高营业额为主要目标 并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营运及管理短期现金流 接下来是新业银行 截至3月的首季业绩报告 新业银行营业额增加7%到33亿4855万令吉 带动净利增加7%到6亿3019万 除了营收增加 该公司的贷款信贷亏损减少 以及营运开支走低也是主要原因 一意新业银行说 贷款和融资总额增加6% 资金总收入提高9% 资金和利息开支增加18% 主要是去年1月底 隔夜政策利率调高 影响了存款成本 新业银行补充说 存款竞争依然激烈 这导致净资金收入减少2% 到12亿1000万令吉 净利息赚幅也缩至2.16% 低于一年前的2.28% 据传 雇员公积金局将以大约6亿4000万令吉 购买Sports Direct国际公司的 英国总部并在回租 在交易完成后 Sports Direct将租用总部为期15年 并继续用作分销中心 办公室和零售业务致用 Sports Direct国际公司是英国零售企业 由Mike Ashley于1982年所创办 这家公司是英国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商 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670家分店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今晚的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